孔帝与文革握手致意 路透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英朝第二十二轮的伦敦德比以2比2平手结束后 兵工厂总教练文革阿森·韦格 与切尔西总教练孔帝·安特尼尔·康恩 接受采访分别谈及对本场比赛的看法 文革表示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比较遗憾的地方是我们先进球 但是后来裁判出现了一个糟糕的判决 如果被来临NH 我们在六天内踢了三场比赛 而你可以看见球队很努力地付出了一切 我们有繁忙的赛程 虽然今天遇到糟糕的探发 但我们的比赛仍然踢得很有水准 文革补充 孔帝则说 我认为这场比赛非常的可惜 因为当你有这么多进球机会的时候 应该赢下这场比赛才对 但我们还是得接受最后平手的结果 我们赢球一起 输球一起 平手也是 谈到球队头号射手莫拉塔 Overall Morita 错失三次一队一进球的机会时 孔帝表示 那段期间他不是很幸运 但他还是必须努力 并且持续追求进步 我为他对球队的努力和奉献感到高兴